无耻男子故意占我车位 我反手买下整个停车库 加装铁闸门 结果男子一脚油门撞坏 我价值三百万的闸门 就是一堆破铁装而已 凭什么他说值三百万就值三百万 你们看看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 全部加起来给三百块 我都嫌多 依我看就是那穷逼穷疯了 在这儿说胡话 看见我弟弟开的是豪车 就在这儿乱叫 想趁机讹诈我们 你们应该把那个歹毒的刘大壮 得抓进去采缝刃机 看着这么个不讲理的泼妇 我嘴角微微上扬 鼠鼠同志 我这里有证据 证明我的栅栏就值三百万 我说着将提前准备好的证明材料 都给递了过去 鼠鼠接过来简单看了看 果然是明码标价的三百万 发票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他的表情来看 事实基本上已经确定 陈荣陈伟俩兄妹也都是心里一颤 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值三百万 那把他家房子车子全卖了 也不够赔偿的 虽然他开的是路虎 但也是花三十万买的八手泡水车 我接着说到 我买的这套高科技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硬件成本确实不高 但如果只有这些硬件的话 那有什么用 还称得上高科技智能吗 他会就跪在这套高度智能化的系统上 可现在你们把所有硬件都毁了 整套系统自然也就跟着废了 我这一番解释也算是让陈荣和陈伟这俩姐弟死得明明白白 想到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后 这俩姐弟就眼神涣散神情麻木 随即叔叔同志就把他们带回了警局 此时的孙华面露难测 虽然金额巨大 但怎么说那也是他的小舅子和心爱的老婆 不能不救 他花重金请了一位律师 将所有情况是无据细的通通讲了一遍 像这种情况 想要你的家人避免牢狱之灾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取得对方的原谅 要不然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就是无可避免 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 但这话从律师嘴里说出来 孙华的心还是又颤抖了一下 接着他问道 怎么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 这得你自己去想办法 怎么得罪人家就怎么去求人家 一般来说 既然是给人造成了损失 那积极赔款准没错 我既然收了钱 那就会尽力的帮助你 走吧 现在先去警察局看看 到了警局 律师见到了陈荣 你好 我是你先生孙华伟托的律师 专门负责处理你们这个案子 此时的陈荣 头发凌乱神情萎靡 看起来非常的狼狈 他看到律师又带着哭腔说道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应该听我老公的话的 陈女士 你先冷静的听我说 目前警方已经确定 被你们破坏的那套停车场管理系统 就是价值三百万 根据法律规定 故意毁坏财务数额巨大的会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百万这个数字已经是特别巨大 所以你和你弟弟可能会被从众处理 丁哥背叛 这话一出 陈荣两眼欲黑 差点直接昏了过去 他失魂落魄的一阵都难 我要坐牢 小伟也要坐牢 三到七年 小伟还没有结婚呢 他要是坐牢了那怎么办 律师 我求求你了 如果坐牢不可避免的话 麻烦你去跟小伟说 让他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来 我为这个事情负责 要坐牢我一个人坐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他还没有结婚 他还小 我不能让他这辈子就这么毁了 我会转达你的意思 陈女士 你也不要太过于悲观 如果能取得对方谅解的话 还是能够免于牢狱之灾的 律师诧异的看了陈荣一眼 他有点无法理解这种做法 不过也无法干涉 由于陈荣大包大揽 将所有责任都扛了下来 陈伟顺势把自己摘了个干净 说一切都是受姐姐指使 然后他就被释放了 而律师又出面 依法申请了取保候审 将陈荣给保了出来 一家三口再次重聚 律师说道 我尽量给你们争取时间 记住 你们一定得在案件一交之前 拿到谅解书 要不然等上了法庭 那就一切都完了 孙华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 你们都听我的 他说着只像小舅子 特别是你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出现在刘大壮跟前 成事不足 败事勇于 而这边 我正在抖音上看黑丝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孙华打来的 孙经理 有何贵干啊 电话那边 孙华非常诚恳地说道 大壮先生 我想请你吃个饭 地点你随便挑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请务必赏脸 我悠悠地就道 孙经理 我想我们并没熟到可以打私人电话的程度 更没到可以做到一桌吃饭 如果你没有正事的话 我就挂了 你以后要是再打这种电话 我会告你骚扰业主 孙华健壮连忙道 大壮先生 别 我有正事 我想跟你谈谈赔偿的事情 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所有损失 三百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损失已经造成 无论怎么样都必须得赔 也得亏这些年孙华还是捞了不少 家里多少还是有点积蓄的 掏空家底后 这钱还是能拿得出来 听说是要赔偿 我语气也完全没变 赔偿啊 那你直接打三百万我卡里就行了 这个饭也没必要吃了吧 孙华健我这副态度实在无可奈何 他也只能直接硬着头皮说道 大壮先生 真的很对不起 你看我们也没有推卸责任 愿意给你赔偿 那你是不是给我老婆写个谅解协议 我一听继续敷衍道 原来你要说的是这个事情啊 你放心 不就是一份谅解协议吗 我肯定会给你写的 不过我现在手上有点事情实在是忙不过来 要不然你先等等 随即我就把手机关了机 而这边陈伟听到 我这个瑜伽脾气又上来了 妈的刘大壮给脸不要脸 老子现在就过去给他打一顿